最后一步 是灵魂 十天不够 十天想打卤面 十个月想着你吃吧 三溪面食 是是是 就这白面 就有多少多少做法 大家看看啊 现在是三溪太原打卤面的一个制作过程 是不是这面擀面啊 对 不要吃过它 老板,里面除了香菇还有啥? 金针 金针菇 对,金针 不是金针 金针 不是金针 金针 放盐 放老车 对 老板,你姓啥? 姓马 姓马 好 马 这个达姆面啊 在天津北京都有 我不知道那边的做法 应该是大同小异吧 哎呀 大家正在看我之前给他们家拍的视频 哈哈 倒鸡蛋了 又是三根葱 哈哈 三根 三根 呀,开火了 再看看 这边应该是喷油 这一碟一碟的面漂亮 我拍一个啊 哎呀 可以漂亮 现在是放木耳 哦 哦,新鲜腐足 咱们这木耳之前泡过吗? 对,他们就泡过了 不要泡过了 这会统一放食材 这个是油炸豆干 油炸豆腐 哦,油炸豆腐 然后这边是烧油 待会要喷油的 这是男伴儿子 多少岁了 八岁 八岁 哎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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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啥 现在是啥 姜蒜 哦,韭菜 还放其他食材吗 不放的 最后一步了 大家看看这一锅算是完成了 漂亮 这是一锅胶肉 胶肉面 哎呀 这浓烟滚滚了 准备胶油了 这是渣渣 都要人家的 最后一步 是灵魂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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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哦 好 这一锅炉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再撒点韭菜在上面 哎呀 好嘞 搞定了 哎呀 这皮倒是漂亮啊 自己做 自己做的 哎呀 哎呀 这一块太壮观了 哎呀 哎呀 Q弹Q弹的好 就像 就像那个 猪蹄那个肉一样感觉 哎呀 猪皮 对对对 哎呀 大家看看他家灌厂 卖得很好啊 顾客来了之后 就点灌厂 啊 这是他家的灌厂 卖得非常好啊 上台吃了一次 哎 特别好吃 这次打包一块 灌厂 还有面皮 大家看看啊 这是灌厂 粗粮肉的 好 好 好 一会儿 吃点大会儿加入啊 这个是不够的 好 这边是浇肉的 好 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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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了 这边是浇肉的 你吃的是大碗 大碗 我卖得多 其实你也没多少 他就还说他家好吃 还是他家好吃 还是他家好吃 好 哦 你是老顾客了是吧 他父母来的时候 他父母干的时候我就吃饭了 这后面他接上 以前他爸妈那个 对 以前是他 环境上不是特别做做这个 但是面的味道 很多人 沙巴绒 排队了 哎呀正面 哦 可以可以 老爸我想问一下 最后这三根葱怎么处理 就扔了 就扔了 大家看看 这是他家的一些特色和价格 非常非常的实在 山西太原达鲁面 尝尝他家的达鲁面 之前吃过一次 之前是不太会吃 就是告诉我不要搅这个面 今天我就不搅了 管住自己的手 直接这么一碗 大家看看 这一碗很实在 不要搅 我就有这个习惯 大姐 来 就这样直接吃 山西达鲁面 他这个面和我们重庆的面不太一样 跟我们重庆人吃面 就爱搅搅搅 一定要把这个料和面混合得很均匀 像山西达鲁面的话 本地人的吃法就是 正面不用搅 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卤 这个卤已经非常香了 这个鲁面里面 我刚才问老板 里面有13种食材 可以说这一碗吃进去非常的营养丰富 有肉有菜 中午来这么一碗挺好 哎呀 大家看 这肉片大 倒点醋 山西的老陈醋非常好 面里面也浇一点 我来山西太远之后 就特别爱吃这个醋 真的 山西这个老陈醋实在是太好了 那尝尝这些酱油 那个咸蛋很适口 看有些酱油 它吃进去就比较咸 这个味还可以 尝尝皮重 Q弹Q弹的 刚才我问了 这是大姐他们家自己做的 很新鲜 这些东西必须占上老陈醋才好吃 三西面食看太原 其实三西面食本身就多了 你要想把三西面食吃面 切得吃个时间了 大家看一看 现在山西太原正在下雪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 这天气舒服啊 一点也不冷